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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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将APK复制到USB 将USB插入智能电视安装APK 或者使用小力的方法安装APK 连接VPN 打开VR-RNG或者Clash 我贵人比较喜欢VR-RNG 单击右下方按钮进行连接 打开YouTube for Android TV 即使没有Google服务框架 也是可以直接观看到 可以使用遥控浏览视频列表 可以点击左侧的放大镜搜索视频 可以点击左侧的放大镜搜索视频 可以切换输入法语言 搜索Music 按订阅 按订阅 搜索4K视频 观看视频时 可以打开字幕或者关闭字幕 画质调节 点赞创作者 查看视频的详细信息 单击左侧的菜单 查看新闻 音乐 游戏 电影或电视节目 可以更改语言和区域 第二个APP 名称Smart YouTube TV 界面和YouTube for Android TV是一样的 唯一的区别是 第一个APP不能直接登录Google账号 Smart YouTube TV可以登录Google账号 而且这个APP免费开源 登录Google账号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可以在电视上直播输入Google账号 如果您担心有密码泄漏的风险 可以选择第二种方式 在电脑浏览器里授权 记住序号2的代码 浏览器输入URL 粘贴代码 输入Google账号和密码登录 进行身份验证 如果您的手机登录了Google账号 自动淡出验证页面 单击Yes进行授权 单击和相同的数字进行验证 允许智能电视登录Google账号 回到智能电视界面 单击您的账号登录APP 登录之后 它就是一台标准的YouTube TV了 可以使用电视遥控控制APP 和选择观看视频 请11点赞方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小伙伴们觉得还不错 请帮忙点个赞 如果您对科技视频感兴趣 您可以订阅本频道 我将不定期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科技视频 记得打开小铃铛哦 这样下次上传视频时 您将收到通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个视频 再会